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最大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背靠由万山之族之称的昆德山 这里就是茄莫 大家好 我是新疆茄莫县长 土一坤 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里向大家推荐我的家乡 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走进天边小城 绿洲茄莫 茄莫总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 是全国面积第二大县 历史永久 文化散烂 武夕域36国的茄莫国和小远国位于茄莫县内 这里是丝绸之路的南岛重镇和玉石之路的发想地 海拔六千多米的昆仑雪水 允育了这房土地千年之久 从这里登上显峻雄昆的中昆仑 万千风光 净熟眼迪 夜化盛开的高山草点 白雪哀哀的群山 醒过岐步的湖泊 九区十八万的河流 展览深邃的天空 静迷祥河的松庄 鱼与松松的绿洲 描绘出一幅天然壮美的险境画面 且莫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负极 气候干燥少雨 日照充足 周夜温差大等自然条件 造就了且莫风情各业 缤纷多彩的旅游资源 和痊愈发展的旅渍旅洲 多个民族就在这样一幅画剑中 相互以沫 繁荣共存 这里拥有且莫的母亲河 彻尔称河在内的七条河流 地标水年经流量18亿立方米 地下水储量8亿立方米 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这片天然绿洲和农业生产区域 从春花到秋时 且莫农牧民秉斥着对农牧产品质量安全的执着 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运 在国家权威有机产品认证机构的支持下 我们编制有机绿洲发展规划 全城对有机绿洲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和过程监管 推广使用生物农药和有机肥 从种植 管理 加工 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把控 形成完整的辟合联络 让所有消费者能品尝到放心安全的有机产品 读说 物化天宝 人杰地灵 独特的自然条件和淳朴勤劳的老百姓成就了切莫三宝 红枣 香蒜 切莫羊 我们的切莫红枣 源自昆仑山冰雪溶水灌溉的20万亩油脂枣林 光照时间长 周夜闻差大 有机无污染的绿洲环境造就了切莫红枣的特有品质 民间也有日式6颗切莫枣 无需昆仑道仙枣的说法 切莫也被译为中国红枣之香 我们的切莫高原香蒜主要产于高海拔山区 其大蒜素含量比普通平原蒜高出5到7倍 奈储存口味香辣独特 被译为常收蒜 广袜的昆仑草场 草质优良 矿物质含量丰富的泉水和冰雪溶水 运用出的切莫阳脂肪含量低 味美鲜嫩 风味独特 被认证为国家低力标志保护产品 天边小城绿洲切莫 这里天朗七庆 安静祥和 纯粹自然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切莫 感受切莫 爱上切莫 体验有机绿洲的无穷魅力 中国物媒让万物开口说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赞 电视频 方向 连累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